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第四百零三回 徐北志不再在世子殿下的伤口上撒盐 他转头看到那些剑拔弩张的权贵子弟 都收起了刀剑 放慢马速 跟在后头不肯离去 满脸都是准备看天大笑话的狠力玩味 徐北志轻轻的摇了摇头 一对衣甲鲜亮的巡城士卒 在那名报信骑士的带领下快跑而来 气势凌人 徐北志冷笑 这帮纹裤倒也不傻 知道对付那些武艺不俗的江湖高手 借官府的刀杀人才有效 而且呀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省心省力省银子 何乐而不为呀 徐北志看见白铁屋的主人 跟同伴同乘一匹马 显然呢 还不满意这阵仗 招了招手 跟身边一人窃窃私语 后者又纵马离去 徐北志笑了笑 看来呀 是铁了心的要斩草除根 再吆喝一些人马过来围剿 以防他们三人狗急跳墙后 凭借伸手逃离 应该是一波心狠手辣的将种子弟 能够搬动大批地方上的巡防士族 说不定啊 这座周城的巡防束手大权 就掌握在某一位父辈手中 灵州作为边境将领 寒衣弄孙的养老好地方 杂号将军多 薰品都位多 兵匹子更多 当初侵略使大人 无力弹压灵州蓄力之乱 一部分原因 固然使得李大人本身不作为 更重要的是 精略使大人 是北梁难得的纯正文官 对于那些手握实权的灵州教尉 就是真心想要管教约束 也一样得耗费大量精力和人情 北梁文武失衡的格局啊 由来已久 世子富梁内外相争 无形中又加剧了北梁的复杂局势 那率先赶来的那对士族啊 一个个跃跃欲试 手握刀柄 只等武长大人一声令下 就如先前董教尾家的千金所说 在灵州还真少碰见敢惹是生非的江湖好汉 更别说是在戒备森严的周城里 黄南郡有一位武学宗师坐镇的连堂 请客间灰飞烟灭 这个惊人消息已经趁着正月里的拜年传遍灵州 更是让那些个灵州大小帮派战战兢兢 今年孝敬官老爷们的银两啊 不约而同都添了好几成 那带头的武长宁笑着抽刀 就要擒拿下这三人去跟周大人以及董岳济请功 才过完年真他娘就是个开门红啊 街上热闹非凡 王绿婷跟孙吟跟在人流中看到这一幕 王绿婷有些哭笑不得 犹豫着是不是要去拦下那帮眼珠子长在屁股上的家伙 孙吟摇了头 再看看 王绿婷轻声道 刚才我跟你说了 殿下不是那种喜欢小打小闹的人 而且这趟殿下之所以出门是要见你一面 惹上这种麻烦事 我过意不去啊 孙吟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他平静道 孙吟十四岁时就已经读完该读之书 之后你总问我在做什么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自古便有密伯的帝王术用以治愈群臣 可我这儿有撰写半部的长短正反经 可以揣摩针对继而制衡帝王术 大家去京城之后 不是我不想去那天子教下 而是去不得 一去就是个死 孙吟怕死得很 世子殿下韬光养晦 我如何看不出啊 既然他能让你们黄南郡四王 有貌和神礼 便做彻底决裂 更是证明殿下 如我那一晚与你一话所讲 选中了那中策治理灵州 但是孙吟所求 哪怕是一个世袭网替的世子殿下 仍旧给不起 孙吟与其唯心贱卖所学 不如不卖 王绿亭遗憾道 你就不能学着委屈求全 孙吟讥笑道 那与敬略时理功德有何意啊 王绿亭赶紧闭嘴 老老实实的作弊上官远处那风波 生怕身边这家伙呀 又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言字 北梁贫苦 也许是由于啊 这破罐子破摔的破罐子都没有几支了 光脚的历来不怕穿鞋的 自古民风彪悍 对于泄斗那是司空见惯 也就是徐霄到来之后才有所收敛 可骨子里边流淌着好斗血液始终没有淡去 此时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名语官斗 很多汉子都在喝彩瞎起后 只是谁都没想到 当一个穿着普通的男子走出后 别说什么雷声大雨点小 根本就是雨点都没有了 那蛮横无比的董家千金 愣是被鬼魂附体了 似的慌慌张张下马 走到那男子身前 远处旁人呢 也听不到说了什么 只看到那男子神情冰冷 岳记教位的千金 竟然也不恼羞成目 依旧局促不安的站着 外人不知这边状况 董家大小姐的那帮狐朋狗友 一个个吓破了胆 纷纷滚落下马 如履薄冰 那五长更是迅速收刀归翘 带着手下士族哗啦啦跪倒一大片 原来灵州第二大十全教位 董岳记的女儿董珍 认出了这位男子是姓韩的灵州副将 在韩副将年前巡视军营之时 董珍恰好在附近逛的远远的看上一眼 只觉得这大叔啊气势灵人 便使他心目中在灵州 指手遮天的爹也远远比不上 只能从旁陪衬着 事后他听父亲小心翼翼的说起过 韩副将随同世子殿下一起进入灵州 那个从未在将军府邸以外露过面的世子殿下 不用理睬 只要别跟他硬碰硬啊 殿下迟早就要自己夹着尾巴离开灵州 可这韩副将可却万万招惹不得呀 此人不但是枪先王袖的师弟 武功盖世 更是大将军的贴身护从 以后还要在灵州我长久为官 这会儿灵州官场已经有宁惹经略史不惹韩副将的说法 董真怎敢在一个堪称无敌的传奇男子面前耀武扬威 不过在他看来折腾出这么大动静 理在他这边 再者他不觉得韩将军会跟他一个晚辈女子斤斤计较什么 只是当董真看到那刁貌年轻人走到韩将军身边低声说了什么 而韩将军竟然只有点头的份董真顿时吓得是肝胆欲裂 诺大一座灵州城谁能如此对待韩劳山呢 那人的身份还用猜想吗 董真第一个惊醒 重重双膝跪地 其余顽固子弟见状也是吓得屁滚尿流 扑通扑通陆续跪下 大气都不敢喘 韩劳山语气声应道 都跪着 请人去你们家里官最大的来领人 给你们五柱香功夫 没人来 韩某人就直接拧下你们的脑袋 董真欲哭无泪 他们都老老实实地跪着 让谁去请人呢 那刁貌年轻人轻声笑道 让这帮兢兢业业给灵州老百姓做事的军爷去传话好了 各位军爷啊 赶紧的呀 骑上他们的骏马啊 这样的机会可不多 一匹马就比你们全部加等值钱了 到时候这帮人随便死一个 你们身上的皮就得被人牵怒扒下来 不光是身上甲皱 连皮带肉都得少一层 那名武长壮着胆子起身 有他带头挥下士卒 也犹豫着站起 徐凤年对武长说道 我数过了啊 我数过了啊 刚好多你一个 你啊 留下 其他人 报信去 哎 对了 跟他们长辈说一声 当过武官的都要一一 劈甲而来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圈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话说这董真呢 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垂手时眼神惊惧又怨毒 这都快小半柱相没了 远处越来越拥挤的街上 众人只瞧见那个应该来头很大的刁貌年轻人 摘下了寻成五掌腰间佩刀 然后安静蹲着横刀在西 这让看客们大失所望啊 前些年见惯了 听多了四位灵州恶少的跋扈行径 按照常理 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那比拼靠山比拼家世最终胜出来的高粱子弟 不是应该往死里边拾到那些输了的可怜家伙吗 否则和和气气的也配当个灵州玩酷吗 王绿婷好奇的问 哎 哎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要杀鸡敬猴啊 让这些人所在家族里的灵州官员 富软低头 可按照目前的情形看 不像是真的要杀人呢 如果真要等到那些官员到场才杀 那也只能杀个口服 很难心服啊 孙银缓缓的说道 下策乱杀一头 杀完酷杀官员 在灵州百姓眼里立位 到头来惹的灵州 五官文臣和衙门蓄力 更加同仇敌忆 眼下的燃眉之急 算是烧光了美貌 中策 一个不上 权当每个人情给这些家族 起码能让他们以后吃相 不会太过难看 双方暂时相安无事 但对于灵州大士 仍然于事无补 有两两州的边关将士 还会轻砍了世子殿下 上策 当下局势几乎没有上策可言 王绿婷笑道 几乎 孙银平静道 有是有 可我不觉得世子殿下办得到 王绿婷追着问 说说看哪 孙银难得笑道 要是稀里糊涂收场 然后啊 你请我喝顿好酒 我喝高了 就说给你听 反正在北梁 我孙银这辈子注定高不成低不就 既然活不痛快 就只能喝痛亏了 四驻香光景过后 一匹匹骏马狂奔而来 所幸绝大多数是武将出身 马术精湛 仅有一位不曾上过沙场的文官 也有极致 让护从驾马同乘一计 他本人呢 顾不得气度风范 死死抱住护从的腰 狼狈不堪 岳继教尉董洪秋离得最远 但还是跟那文官一起到达了 前头到场的四位武官呢 一位灵州兵曹从事 一名杂号将军 两位十全都尉 都已经各自跟子孙跪在地上 那个撞墙昏厥过去的顽固 也给拖过来了 主长一周文书案卷的志中周大人 也脚底抹油 身形竟然是快过了董月计 干净利落 扑倒在地上 打着哭腔打 要知道这位灵州 志中周大人 正是那天得以进入将军官邸的一小撮人里的一员 在书房得到了世子殿下的暗示允诺 不说身官发财 起码不管灵州如何跌宕起伏 他周建树好歹文文保住了屁股底下 灵州文官第三把交椅的志中一致 那骑成白蹄屋的周大公子啊 正是他周大人嘴上的镊子 连咱们背靠燕文鸾燕统领这座巍峨大山的周志中 都乖乖的跪了 那些兵曹从事和将军都尉 也都心里舒服了几分 唯独董月记仅是站立着抱拳沉声道 末将董红秋参见世子殿下 他站着 但是世子殿下还蹲着 周志中眼角余光撇向这一幕 头又低了几分 只是嘴角悄悄的翘起 整座灵州官场都知道 董红秋是钟老将军的心腹爱将 而且董红秋啊 因为年少投军也是经历过春秋战事的功勋武官 否则呀 也当不上威风八面的灵州月记较为这类地位显赫的肥犬 不知道有多少从边境上退下来的武将 眼巴巴的盯着 没有点真本事 就算侥幸当上了 也会被踢下来 说实话 哪怕是那些看不懂懂真之流纹固的寻常百姓 心底也觉得董月记不贵见那首寸功的世子殿下是应当的 那世子殿下握住那把北梁刀 他缓缓的站起身来 没有董红秋预料之中的勃然大怒 甚至也没有要拿北梁世子或者是灵州将军这两个身份 来强迫他下跪的迹象 毕恭毕敬站在世子殿下身后的韩劳山 才要踏出一步就被徐凤年摆了摆手 徐凤年主刀而立 双手轻轻叠放在刀柄上 他微笑道 各位大人放心 本世子啊没遭什么罪 倒不是说你们的儿子孙子不想造你 只是他们没这份本事而已 他们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败家子也好 还是只知道躺在你们的功绩部上 享福的蛀虫也罢 跟本世子都没太大关系 本世子在北梁部讲理了小二十年 的确很多事情都不讲理 在这方面跟你们子孙是一路祸色而已 不过今日借这个机会啊 还是要跟你们讲一讲 恰好本世子懂的一个小道理 董月记冷笑道 哦 既然世子殿下有这个贤情一致 末将愿闻其详 徐凤年笑道 其实也不用本世子怎么讲 来人哪 除了至中大人 帮其余这些大人 脱去身上假罩 跪在地上的五官个个猛然抬起头来 恶然之后就是遮掩不住的愤怒 其中那名年过五十的兵曹从事更是黑着脸站起身来 老子为了你们徐家拼死拼活才有了今天的风光 如今这些家底都是老子应得的可杀不可辱啊 我那孙儿虽然有以下犯上之嫌 可毕竟不曾伤你分毫 即便你仗着是大将军的敌长子 是咱们北梁的世子殿下 我孙儿命不好 生下来就输给你这位想要当官 就立马能当上灵州将军的年轻人 你徐凤年要打他一顿 老子认了 只是想要羞辱老子没门啊 老子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了 还真不信你敢在街上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若真是如此就权当老子当年瞎了狗眼 才给你们徐家卖命 杂号将军跟两位都尉对视之后 也都咬着牙站起身来 那群在远处只能约门看个大概的百姓 已经开始有人大声叫好了 又嚷嚷着说咱们灵州爷们就是好样的 也有交头接耳 说这些官老爷为官不咋地 可脾气对胃口 裴南伟望着那个背影 他没来由记起了当年在香凡城外卢尾荡 那一幕被他亲眼所见的惊心动魄呀 本该幸灾乐祸的他有些意态阑珊 徐凤年没有动刀 仅是微微歪了歪头 早已杀鸡沉重的韩劳山 一律而出 把极有骨气的董岳记 踢得身躯前扑 又被韩劳山一肘敲在后背 董洪秋一百七八十斤的魁梧身躯硬生生轰杂在街面上 尘土飞扬 平日里在灵州连经历史 大人也使唤不动的董岳记就这么趴在地上 竭力挣扎着要起身 被已经刻意收敛进到的韩劳山 又是一脚踏在后背上 彻底成了一条灰头土脸的死狗 看得所有百姓悚然 至终周剑术喉咙一动咽了口唾沫 董珍跟周公子这伙人都被震慑得面无人色呀 就连那个许久不曾听闻沙场号角 久不见沙场狼烟的灵州年迈冰曹同事也开始胆寒 徐凤年提起北梁刀指向那名双腿打战的武长 去 脱光董大人上身衣物 脱光了一个接着下一个 徐凤年阴森森加了一句 本世子很少讲理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董岳记发出一声悲壮嘶吼 不被韩劳山阻拦后晾倾着起身 我岳计较为董红秋 昔日自己脱甲 从季以后老子不再是北梁武族 冰曹从事也红着眼睛嗓子沙哑 他嘶嘶怪笑 这你娘的吧 当个乱的灵州官呐 黄忠也自己借甲 于是除了文官周剑术 一众武将大冬天都光了膀子 既滑稽又可悲 当年为了大将军徐霄披甲死战 如今因为这个世子殿下愤而卸甲 白姓们不知谁戴的头越来越群情激愤 如果不是有寻常假释按刀截住去路 恐怕他们早要一窝蜂的冲上去 那个挨牵刀的世子殿下竟然就那么冷漠的站着纹丝不动 夹杂在汹涌人群中的王绿亭嘴唇发抖 他转头问道 孙岩 这可如何是好啊 孙岩眯起眼目不转睛的望着那个同龄人不说话 董真丢了马鞭 站在父亲的身边捂住嘴泪流满面 至终大人也被他的孽子强行的搀扶起身 徐凤年眼神冰冷 平静的说道 董洪秋现任灵州四品乐器教委 二十六年前投身徐骁军中 跟随楚禄山千计开署 头一个登上春山关城头 仅此一战身负四刀 黄忠 现任灵州正四品兵曹从事 相反成攻守战 身为登仙营死士 六次以赴城墙登仙 六次负伤 直至重伤无力再战 八百登仙营死士 经过十二次填补 战后只活下一十九人 红元与亲生兄弟红河红山 皆是梁州第一批游弩手 一起搁下北莽赤侯头颅二十一颗 兄弟相继战死 红元身受重伤 右手至今握不住一支茶杯 不得不退出边界 被徐骁亲自赐下 杂号威远将军 许诺长子及冠便可为冠 其余那两名靠着父辈公音 或者是银子铺路成为都尉的家伙 世子殿下都没正眼瞧上一眼 世子殿下握住那把北梁刀 转身离去 只留下了一句话 站在这三人身边的 去数一数你们祖辈父辈身上的伤疤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